61岁的艺人徐乃琳早期以歌手身份出道 随后又拿起了主持棒 与另一位搭档曾国成共同主持棚内综艺节目 尤其天才冲冲冲更是获得了许多观众的青睐 让他在2014年时成功以此夺下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 然而近几年的他负面新闻不断 先是传出因为输不起直接在录影过程中飙骂来宾 接着还卷入诈赌诈欺案 直到日前他又自曝 为了现任老婆和一位好友断交了39年 引起网友热议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 过去是逢情人节 许乃琳曾难得的在网路上开启直播 和粉丝分享和乃嫂光嘉莲的相视过程 他透露 夫妻俩从相视到现在已有39年 在结婚前先交往了7年而如今感情非常稳定 在结婚30周年的时候还一起去希腊浪漫旅游以示庆祝 让他看到了在圣托里尼全世界公认最美的落日 接着就有粉丝好奇 他和乃嫂到底是如何认识的 对此他则坦言 在自己发行第一张专辑小微后 某个在华航担任空少的朋友 就约他出来吃个饭 目的是想找人壮胆助阵 因为对方看上了一个女孩子 却没有勇气和他单独见面 结果那个女孩后来就变成了我的老婆 他接着表示自从第一次吃饭聊天后 三人就互相留下彼此的联络方式 而那位空少好友还约了大家下次见面 结果等到再次见面的日子到来时 好友却临时被公司叫回去值班 只留下许乃琳和现任老婆在餐厅里干瞪眼 后来二人实在受不了如此尴尬的气氛 就赶紧找话题聊天 没想到就此种下了爱情的火花 由于当时许乃琳曾经承诺 若未来举办演唱会要邀请女方来看 所以回到家后就跟彼此保持联系 紧接着一来二去就理所当然的升格为男女朋友了 最后许乃琳自扑 自从他和老婆开始交往后 那位空少友人就再也没有约他们见面了 一直到现在依旧没有联络 因此他也开玩笑呼吁男粉丝说 如果以后要找朋友助阵把妹 千万不要找条件比自己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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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